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是咬着牙都得承认 就是人家比我们好 我小时候看儿童时代杂志 有个栏目 社会主义好 资本主义糟 你看那资本主义简直就没活了 都是地狱 可这些年改革开放 咱们一发现 资本主义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而且市场经济搞得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要好多了 人家的社会福利各个方面保障来讲 确确实实比我们现在搞得好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所以说移民他出去 他必然是奔着更好的环境 那么他们为什么走呢 我现在把它归结为三个层面 一个是为了下一代 一个是追求更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三个是财富安全和发展的问题 我现在足以把这三个层面给大家分析一下 你看看这是不是移民人最主要的诉求 头一个为了孩子 这个为了孩子有两个层面 我们搞了这么些年计划生育政策 有的有钱人呢 富人呢 想生俩孩子多生 在国内不允许 这超生 所以我到国外生孩子去 这是第一个为了孩子 第二个为了孩子 我们也知道中国目前的教育搞得很不理想 学校有些体制非常僵化 应是教育之下的很多孩子辛苦的不得了 也遭罪 也作业 做都做不完 时间长了 有压力 有的孩子心里都变态了 所以有的家长一考虑 我让我孩子到国外 你看外国孩子 在素质教育的大气质下 自由自在很快乐 我让孩子享受这种童年 不在国内受这种教育 遭这个罪 所以有的呢 为了下一代 当然国外这些保障 各方面挺好 也是为了下一代 所以有不少的移民是为了孩子 根据国内一家移民中介公司的统计 移民寻求的是优质的教育 高福利 低征税点 健康的环境 完善的法律 安全的食品 免签多国的便利等 其中60%申请者把子女教育放在首位 第二个呢 很主要 就是为了更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两种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自然环境这个角度讲 咱们实事求是说 中国现在这个自然环境 本来咱们好山好水 不错的 可是这些年来 过度的开发 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 你现在再看看我们周围 青山绿水 有时候都难得一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比方说食品安全问题 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说 我到国外 我就是为了吃口 放心的粮食 吃点放心的肉 放心的菜 国内 我现在吃啥都不放心 咱们这个节目里做了不少 关于食盘安全 大家也都知道 有时候我们往超市那一站买啥 看啥都不放心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心 然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 却一直困扰着国人 从最初的苏丹红 到之后的三对秦安毒牛奶 到之后的劣质恶骄 独大米 再到现在的激素奶粉 食品安全问题 横出不穷 甚至挑战公众的道德容忍底线 不安感困扰着每一个人 特别是中产阶级 面对缺乏安全感的社会 很多人想到了移民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自己这种生活环境 能更加美好 咱有时候到国外 我又是去过 我都羡慕 你看这个湖水 蓝天 确实环境非常好 优美的环境 洁净的空气 尤其是食品安全 非常吸引一些中国有钱的人 到国外为了追求好的 这种自然环境 第二个是人文环境 这个人文环境 也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里边 比方说有人做过调查 就说旅游签证 受到这种阻力 世界总共有98个国家参加调查 中国排第88个 跟中国形成落地免签的 就到那我到你那地方 我才签证 或者到那也不用签证 直接就可以了 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就五六个国家 我记得像泰国了朝鲜了古巴越南的 这类国家跟中国有这种落地免签 剩下你到那都得签证 我们都知道这个签证非常麻烦 作为出国来讲 那么如果你入了加拿大 就入了美国籍 至少世界130多个国家落地免签 你省多少事得 包括你做生意 有的演员在那演戏干嘛 那世界各国走 省非常多的事 所以这是人文环境的第一个层面 就他再出去到各国家交流之间 这个时候带来的方便 比作为握有中国国籍的要方便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说的人文环境是指什么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比方说 这个我有个移民的朋友在加拿大 在路上开开车 没油了 他刚要打电话求助 结果不到五分钟的工夫呢 警车来了 不是他打电话求助 是高速公路上那个摄像头 监测到这情况了 警车就赶来了 赶来之后呢 给他带来的油 给他加上 说付钱吧 不用付钱 这是国家的油 免费给你加的 我这朋友很不好意思的 刚移民过去 掏出二百家元 给你小费 这个警察说不行 我们是国家公务员 不能收小费 结果这时候 我这朋友就非常感动 跟朋友就说 咱们看来啊 是加拿大的税收高 是有道理的 有钱咱捐给政府去 就说他本身的社会福利环境呢 高度的照顾到了每一个 也不说 那边安排好 守护 支付击 不批准 那边安排好 我这边老闻 不批准 在这边安排好 现在安排好 我再给你散 actor 不批准 oo 杏 我 这边安排好 有个 在那边安排好